东南侧有一座海拔61米的小山峰 因为形状特别像是狮子 故此就被称为了狮子山 徐州的盗墓贼的嗅觉异常灵敏 他们早就觉得狮子山上应该有楚王墓 便开始借着夜色的掩护到狮子山上去探墓 他们拿着洛阳铲 漫山遍野的开始打洞 可是刚刚打进20厘米 下面就打不动了 因为狮子山薄薄的地表土层下面 就是坚硬无比的岩石 一波又一波的盗墓贼杀鱼而归后 文物专家们开始出马 他们后发先至 力争在盗墓贼的前面找到楚王的墓穴 可是接下来寻找楚王墓的工作 却一度陷入了困境 就在专家们觉得山城水赋遗无路的时候 没想到六岸花亭又一村的情况出现了 一位姓梦的村民向专家讲了一个情况 他在山上挖了一个红薯窖 里面可以盛放上万斤的红薯 专家们觉得这个情况太重要 石头山上不可能挖出红薯窖 能挖红薯窖的地方一定是碰巧挖到了楚王墓道的入口 果然在红薯窖的位置上向下挖掘了17米 风土被清理干净后 楚王流雾的大墓就出现了 这座大墓在山腹中一共凿出了12斤墓室 地下陵墓的总面积净达850多平方米 这座陵墓虽然被盗过一次 可还是出土了十多万枚红钱 一百多枚印章 还有玉蝉玉黄玉碑玉冲牙和玉龙 等两千多件国家级文物 柳雾是个造反的王爷 在历史记载中 他曾经伙同吴王造了西汉王朝的反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七国之乱 可是最后的结果呢 汉景帝评判成功 流雾自杀身亡 在这座陵墓中 有一口外面镶着玉片的光果 专家在里面发现了流雾的尸骨 后来流雾的头骨被送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的专家们用高科技人骨成像技术 复原了楚王流雾的相貌 看着流雾的复原相 文物专家们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眼神阴冷 一张脸布满凶气 在专家的思想里 刘牧就是应该这种刚毕自用 滥杀无辜 穷凶恶极的样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邱宇 关心